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临更新剧组聚餐 期待他俩的合作 近期 有记者拍到赵丽颖和临更新剧组聚餐吃火锅 这件事迅速登上了热搜 两个人正在合作一部作品与凤行 网友们很期待 直呼赶紧开机吧 两个人曾经合作的楚桥传 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在这部剧里 两个人很有CP感 最终的结局让网友们一难评 结局以后非常期待第二部 在与凤行中 赵丽颖和临更新分别饰演了剧中的男女主 女主审理法力高强 男主行指是一个神军 在机缘巧合中 两个人相遇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 这部剧是以神话为背景的 很多网友说这是楚桥传的续集 但并不是 虽然在题材上两部剧都带有神话的色彩 但是两部剧的剧情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大家都在期待着这部剧的开拍 定妆照以及它的上映 男女主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颜值也都很高 两个人的再度合作让观众们万分期待 提到赵丽颖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是现在的当红小花旦 也是一个演技与实力并存的女演员 她出身于农村 没有经过科班的训练 偶然间被余正看到 让她出演了《陆真传奇》 这部剧一夜爆火 同时给赵丽颖也带来了知名度 广告代言接踵而来 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但她自身很有天赋 经过后期的努力 演技非常好 受到了后辈们的肯定 她的每一部剧收视率都会很高 有网友戏称 丽颖出场 必出经典 赵丽颖的颜值也是非常值得夸的 大大的眼睛 五官非常立体 是温柔的美女 尤其在生完孩子之后 身上多了一份母性的温暖和唯美 她的性格也是属于不争不抢的 所以在娱乐圈中的人缘很好 受到了其他明星的喜欢 但她的婚姻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和冯绍峰选择了离婚 当时这个消息被爆出来的时候 网友们都惊呆了 再来聊一聊林更新吧 提到她 很多人就会想到她幽默的性格 在综艺节目中 她是气氛担当 活跃全场 在生活中 她也非常的接地气 特别喜欢跟网友开玩笑 对于黑粉 她沙发果断 跟黑粉硬刚 有时还会把黑粉气哭 但是对于自家的粉丝 非常的体贴和爱护 这个敢爱敢恨的哥哥 很难让人不爱啊 关于她的感情 经常有记者拍到她和某女生一起同框 但是每次都被否认了 直到现在仍然是单身状态 她还有一个称号 叫做九亿少女的梦 哪天林更新官宣恋爱的话 那么九亿少女的梦就破碎了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赵丽颖和林更新都是小编非常喜欢的演员了 两个人的合作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观众们都非常期待这部剧 不知道两个人会不会擦出爱情的火花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Rus贾 蓝怪 � takim劲 Applic bas 两个人可用的 Spiritual Day 中事个人 implied 中事个人 微信 科兔 磊